哈啰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手拍片该注意的事项 现在你去路上随便找一个年轻人 问他想要做什么 很多人都会说想要当YouTuber 那别的不说 我两个儿子他也整天都在那边拍影片 那小儿子现在才念小四 他甚至他还有自己的YT频道 他才国小四年级 现在整个是进入大拍片的时代 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新手拍片的一些准备 那拍片可以分为前期跟后期 那前期指的是选题材、企划、写脚本、练狗条 收集素材以及拍摄 那看你选题的内容啊 准备的时间不一定 那通常以我自己这种开箱类型的频道 至少都要花一周的时间去准备脚本 那至于拍摄的器材啊 坦白说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那相机一开始我觉得可以不用买 那现在的手机画质说真的都很好 只要你找一个有采光的窗户啊 然后靠窗边来拍 其实就还不错 那如果你刚好是做这种游戏动漫解说的频道 甚至你连相机都不用买 那我觉得麦克风收音很重要 它可以帮你过滤掉一些环境的噪音 那我自己用的是这个很常见的Rod Wireless Go 那它是无线的 还有一个东西是提磁机 我觉得很必要 像我自己是连我自己打出来的脚本 看稿念都会卡的那一种 那很多的器材的钱啊 在频道成长的前期 也就是大概在破1万之前 我觉得都可以省下来 等到你破1万之后 再投资一些拍摄类的器材 那刚刚讲的是前期制作 那再来我们来讲到后置剪辑 后置剪辑啊 通常一开始都是用家里现成的电脑 或者是笔电 那你要加上配乐啦 字幕字卡啦 甚至开场动画 都需要靠后置去加上去 那效能差的话 真的是会剪到天荒地老 而且影片素材真的是非常占空间 像我自己平均拍一支片 都会累积60G左右的素材 很夸张 所以我觉得拍影片的工作 最大的困境反而是儲存空间满了 那该怎么办呢 更换笔电的SSD 我觉得不实际 用外界SSD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美光它有推出两款SSD 分别是X6跟X8 那价格实惠有三年保固 而且重点是速度完全不慢 X6 1TB以上的速度 高达800Mbps 那X8则是1050Mbps 也就是1G 那两款都非常轻巧便析 那X6附赠一条USB Type-C的传输线 那X8的USB Type-C的传输线 可以透过转接头 转接成Type-A 那应用上面会更广泛一点 外界SSD虽然不像外界硬碟那么怕摔 可是这两款也都具备 2公尺高度的防摔功能 差不多就是一层楼的防摔 从桌上或者是从口袋滑落也不用太担心 那X6采用的是黑色的塑料外壳 整颗都是塑胶的 所以它比较轻 那X8则是全金属质感 那质感很棒 那它有助于长时间使用的散热 那这边我直接测试给你看 那像我自己剪辑软体都用达文西 这个是免费的还不错 那在B站有很多的教学 好那假设我今天原本电脑的SSD 是美光的P5 Plus 那输出一支1080p的影片 时间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但是我今天把工作碟 换成美光的X6 那时间大概会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再把工作碟换成美光的X8 时间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是不是颠覆你对外界硬碟 也只能存资料的音像 现在外界SSD它的效能 真的是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工作 空间可以瞬间扩充 真的是影音剪片的好帮手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啊 将来你换电脑 也可以直接无痛转移 直接拔过去新电脑用就好 那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美光X8这一颗 那现在买很便宜 我记得之前开箱这一颗2tp的时候 还要1万出头 那现在PC号只要6000左右 几乎是半价 这个投资真的是不贵 那我自己选择这个品牌 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厂 可以生产和快散记忆体颗粒 那在稳定性啊 速度啊 品质啊 我觉得会比较有保障 那不会去乱换内部的用料 现在有很多的甲方就是客户 他会做二次的合作 会反复再利用这些旧素材 所以我自己的影片都会留2到3年以上 如果储存的素材啊 影片啊无故消失 那真的会很麻烦 像我自己用美光用很久啊 那用到现在我觉得都还蛮稳定的 他比较不会去做偷料的这种事情 好 最后我们再统整一下新手拍片的重点 第一个相机可以先不用买 刚开始真的不强求 那麦克风要先买 电脑可以用家里的 那电脑的处理器 我觉得至少要扣i5以上 那外接SSD啊我觉得是很值得的投资 美光的X6跟X8 小巧防震 传输速度又快 那趁现在有折扣的时候啊 我觉得可以去买两颗来用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口条要练 那练不起来至少你要去买一台提示机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选题也不要跟风追热度 要找一个能够符合你生活经验 你能够长久经营的内容 那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观众要能够在你这边得到知识或快乐才是重点 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拍片新手村的经验谈 那我是云霸 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